大家好 今天是5月26,星期四 其實整個市已經開始補入5月份的尾聲 明天已經是今個月期止轉創高峰日 下星期一就是今個月期止的決選日 換句話,就算有少少角力 其實今個月的大局可能已經定了 變化應該也不會太大 但在低成交之下,市勢仍然略為反覆 而且是少少大遠 看看指數 早市恆指先高了1801點到20272點 之後由於買本始終還是偏梳 加上零零碎碎的股額甚至湧現 結果市況開始輾轉反覆 曾經一度跌到19,890點 所以昨天的收市跌了281點 但追溝壓力又不是太大 結果大部分時間 恆生指數都在2萬點那裡咬著咬著 從走勢上來說 由於指數現在這一刻 走在所有平均移動線之下 單單說形態來說是偏淡的 但問題就是5月份剩下交易天不多 做淡的可能來到現在的水平 都是差不多想收兵收兵的感覺 因為不要忘記 2月份、3月份、4月份到今月 其實市監連續四個月 處於一個叫先高後低的形態 2月份整個月跌了2644點 月中的波幅 3月份月中的波幅 跌了4782點 到4月份月中的波幅 跌了2858點 今個月暫時是2113點 如果你說加加賣 其實幅度不小 即是在2萬點 撞水平再去追溝或造膽 其實機率上也存在一定被夾倉的風險 加上大家有沒有發覺到 3月份的波幅到4月份到5月份 是逐步逐步地收窄的了 即是換句話來講 4月份就算反覆 5月份就算反覆 始終沒有跌穿3月15日的低位 18235點 只不過買盤真的卻步 真的沒有辦法 整個5月份 廣告都是受到美股所拖累的 因為杜瓊斯指數在單單5月份 已經跌超過2000點以上 對廣告來說 肯定會造成負面的影響 不過這樣 內地疫情之後 中央政府應該有政策去推動經濟 這方面對股市來說 應該是具備一定的正面效益 最低限度大家知道 有政策出來 就算你要做淡你都不做主 買不買是另一件事 好了 我自己覺得這樣 在移動線方面 剛才我提到 恆之州所有平均移動線渣 是偏淡的 但大家有沒有發覺到 10天和20天線 這兩天的走勢 開始轉定慢慢慢慢上升 至於50和100天線的跌勢 亦都是漸漸收窄 於是整個市勢 雖然仍然整股在低位不眉 但不像2月3月份 不斷向下沉底 已經不是了 到6月份 會不會有少少提震的效應出來 例如內地的政策 令到資金入市的態度 稍為轉趨正面 不排除這個可能性 技術上來講 去到6月份 亦都因為半年結 基金在現在這個水平 稍為略為分析做好少少 亦都可以理解 所以去到6月份 我自己覺得 是有少少上亡的憧憬 不過並不是大勝市 是買少少問題就不大 做好少少風險管理就可以了 但如果資金剩下的一注 最好就是觀望 保留在身上 今天升展有隻衍生工具 跟大家分享 今天講的是 港交所的擴論 28880 今天行使價是388.2 到期日是今年的9月 實際的槓桿大概是9.8倍 港交所股價如果是323元左右 28880這隻擴論大概是6線4 假設港交所股價能夠升到上345元 28880這隻擴論 應該見一件1號1線半 潛作的升幅大約是79.7% 反過來 廣交所股價應該在售壓而低跌314 28880這隻擴論也稍微拿下4線1 潛作的跌幅大約是35.9% 相關資料由升展提供 大家想知道更多一些 28880的條款 街貨情況外 踢入升展網站 就看得很清楚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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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